《雄葉大廈兇殺迷離,劫殺異魂有別情,兩命混亂說未超》 1974年8月6日上午,住在雄葉大廈五樓鄭太太, 一踏出家門,就聞到陣陣燒元寶的煙味,撲面而來, 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他,反而他不覺得討厭,因為已經習以為常,鄭太太就說, 早晨了二姑,怎麼這麼早就去拜神了? 而一個身材肥胖,大黑框眼鏡的年老婦人,在自己家門口,一邊做拜神的祭品,一邊回應, 早什麼早,現在十點了,你又去哪裡? 我?沒有呀,今天我老公生日,我現在沒想到去街市,看有什麼賣, 然後今晚住七好東西給他吃 你真是呀,早點去嘛,現在才去,有好東西都被人買了 不要緊啦,銅鑼灣街市什麼都有,不買這個就買那樣咯 然後走進升降機,就說了一句 二姑,拜得神多,只有神庇佑嘛 世上好人和壞人,都求神拜佛 這樣是不是會有神庇佑,而逃過厄運呢? 二姑名叫大彩真,又名大玉,六十八歲 但是,總是很喜歡在別人面前說自己是六十歲 他是信佛教,經常會去大嶼山,新界,很多暗堂廟宇參拜 有時會住上幾天,非常誠心 平時在家裡,飯前飯後,他都必定是上香拜祭 所以有個名叫拜神婆 而他有一個兒子,年約四十歲 兩人都同住在紅葉大廈五樓L座 即是鄭太太旁,一個五百尺兩房一廳的單位 是自治物業 鄭太太和大彩真是非常熟悉的 兩家人不時會相約,打牌和消遣 自從上次在走廊見過之後,鄭太太也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這幾天不見二姑呢? 8月13日的中午,他就決定去二姑家裡按門鐘 但是沒有人應門,他就把耳朵貼在鐵閘聽聽 裡面有收音機和電視機的聲音 屋裡應該是有人 但是門下那裡突然滲了一些臭味出來 鄭太太也覺得很奇怪 蛤,難道二姑有意外? 他會不會跌倒,又或者失救呢? 咦,對呀,他的兒子呢? 他的兒子去了哪裡? 心之不妙 他立刻回去打電話給住在北角的康美閒 即是二姑或是女兒,年約四十歲 下午四點,鄺小姐和一個姓許的朋友 趕到紅葉大廈 可惜他沒有意辜家裡的鎖匙 結果大家都是站在門口等 於是他去大廈管理處 先說明情況,再要求保安員代為報警 但保安員嫌他們麻煩,而拒絕 鄺小姐於是走到街上 問附近相報借電話,親自報警 其實這幾天來,四樓和六樓的住客 已經向管理處投訴 說天井發出一些很難聞的氣味 但保安員就闊魯爛利 還說天井有臭味很正常 過了沒多久 有兩位警察首先到場 因為單位傳出臭味 覺得事件又可疑 於是就找消防來爆門 最後鐵閘和木門都被他們爆開了 屋裏面的惡臭立刻衝擊了整條走廊 鄺小姐,鄭大和同層其他住客 都站在門口看 雙手暗躲,當時非常緊張 消防和警察一起進入單位 見到的就是廁所門口 血跡斑斑,相當嚇人 他們幾乎已經肯定這裏有命案發生 他們嘗試推開廁所門 但是廁所門裏面被人反鎖了 但是對於消防來說,很濕碎 很快就搞定 進到廁所裏面一望 然後又立刻關門 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一具血淋淋的屍體 就在裏面是個女兒 其他單位外面的鄺小姐面色大便 立刻追問 裏面那個是不是一個老人家來的 消防員就點頭是意正確 鄺小姐已經深信他乾媽 已經足以不測 並用狠求的語氣 麻煩你啊 他兒子最近都失蹤了 麻煩你看一下 他是不是都在廁所裏面 消防和警察 再把廁所門推闊一點 果然發現了一具藍絲 雙腳屈曲地坐在廁所旁邊 警察向鄺小姐說 裏面真的有兩具屍體 是一淋一淚 炎熱的八月天 兩具屍體已經混入在廁所這麼多天 那你想一下湊到多重要 難怪他樓上樓下的住客 都紛紛投訴 相當困擾 兩名警察立刻向上級通報 當局立刻派人員來處理和調查 並叫法醫官到場 港島刑事偵緝主任李軍夏 向當時在場的記者說 屋裏面凌亂不堪 被人大肆搜量 初步斷定是一宗劫殺案 兩名死者是母子關係 母親叫戴彩真 68歲 身穿胸花襲衫和一條睡褲 全身已經發黑 背部被人插了幾刀 面部有一刀是橫切的 刀鋒四分三寸闊 背部一刀心可見骨 相信應該是哲名箱 而手上的肉戒指並沒有遺失 單位裏面也沒有發現空氣 兒子叫吳秋明40歲 死的時候身穿白色背心和西褲 仍然是戴著眼鏡 手上有金錶 手腳被綁 身上沒有明顯外傷 廁所地上散落了數條毛巾 可能是兇徒用來掩住死者的口臂 令他窄色致死 而兩名受害者已經死去超過三天 相信男死者是首先被制伏在廁所裏面 而女死者之後再被推進去 被人亂刀刺死 估計兇徒是兩個人或者異常 單位的電視和收音機仍然是開著的 聲音還很大 有理由相信他是殺人的時候 用來掩蓋其他的聲浪 但也不排除他們製造兩個 死者仍然生存的假象 拖延被人揭發的時間 另外警方已經查到現場單位 發覺大門和窗門都沒有被人叫過的人式 推斷可能是屬人所為 但是兩個死者已經弊命 沒有辦法得知失款的數目 警方把案件列為雙重兇殺案處理 是該年度的第57宗兇殺案 案發地點是灣仔道234號 紅葉大廈5樓L座 雙屍命案被揭發 引來大批街坊圍觀 有人聲稱案發燈位在幾天前 曾經傳出過 凄厉的慘叫 又有人說經常見到四個飛行青年 在附近培會 好像有犯案的動機 又有人說男死者可能得罪了黑社會 被人尋仇 一時間議論紛紛 不過熟悉兩名死者的朋友和鄰居 就比較確切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住在旁邊的鄭太 最後一次在走廊見到女死者 是8月6日的上午 之後幾天都沒有誤尋常的情況出現 是揭發兇案前幾天 單位裡面總是傳出電視機和收音機的聲響 但是屋裡沒有著燈 而男死者最後出現的時間 是8月9日的中午 而一個很熟悉她的街坊 看到她拿著報紙去搭電梯 這個街坊說這個是男死者的習慣 每天中午她都會出去買報紙和吃飯 才回家 警方之後在單位裡面找到十幾份報紙 而最後一份正是8月9日 另外在場上的日曆是撕至8月9日 相信兩名死者就是8月9日 中午至晚上這段時間裡遇害 警方向大廈保安員查問8月9日 有沒有可疑的人士在大廈出入 但是答案是三筆 不知道 不清楚 不記得 可能她怕野茅發 又不想說出實情 警方也沒有辦法 女死者的契女康小姐表示 契媽大彩真 除了這個兒子之外 還有一個妹妹 她的妹妹也是住在灣仔區 但是近年兩姊妹已經沒有聯絡 而女死者再沒有直系親屬 大彩真的妹妹知道她姐姐和外生這樣慘死 立即趕去現場悲痛欲絕 還有她認為是一宗謀財害命的凶殺案 有關方面已經在單位裡搜索 發覺只剩下幾元硬幣 其他的現金存款和存接都不亦而非 據她妹妹所說 她姐姐一直有把現金放在家裡的習慣 透過她妹妹對兩名遇害者的身世和背景 又有進一步了解 話說大彩真其實是一位吳姓富商的妾士 吳姓商人其實是一間藥廠的老闆 十幾年前去世的時候 留下了部分遺產給大彩真 這個做法令吳姓商人的政室非常不滿 大彩真就是拿著這筆錢 在港島區買了幾塊房子 每個月收取二千多元租金過活 經濟環境都相當不錯 而她本人和我兒子住的紅葉大廈都是自治物業 至於她兒子吳秋明是一名會計師 在案發前因為腎結石 在家裡休養幾個月都沒有回到工作 在1970年的時候 她和一個姓陳的年輕女子結婚 由於兩個人年齡差距比較大 自趣不同 兩年之後很快就離婚了 陳氏搬回到自己北角的娘家 有空就會回到夫家拿些米飯錢 女小姐的妹妹繼續說 外生不聰明, 生性風流 經常在夜總會 舞廳, 夜夜生歌, 樂而忘返 生活都很奢侈 反而她的外生媳婦比較好懂 但其實她是一個性格溫馴的女子 她們曾經勸她姐姐極力挽留陳氏 但竟然被她姐姐罵 你手指咬出不咬入 幫助外人 兩姐妹就從此反目 不再來往 那大彩珍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這個她妹妹就說不好意思說 接著就是街坊插嘴 就說她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只是對有錢人奉承 表現出很有善 但她認為沒有錢的人 她是很看不順眼的 擺出一副很彼仕的樣子 不抽不彩 而她的兒子性格比較溫和 跟什麼人都可以聊兩句 看來大彩珍在街坊的評價相當差 初頭警方 將這件案列為劫殺案主理 但在收集更多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 不單只是劫殺那麼簡單 可能涉及仇殺和徒息多方面 由於兩名死者家屬 和朋友十多人 進行過調查之後 又發現有新的線索 原來案發之前的一個月 戴彩珍曾經接過恐嚇電話 有一名男子向她勒索7千元 叫她把款項在某日某時 在紅葉大廈某層樓交付款項 要不然你母子就會有危險 你白狀呀 我不懂得引文字 戴彩珍罵完幾句之後 就收到線 又很奇怪 收取勒索款項的地點 竟然在自己大廈裡面 那勒索者是誰呢 她朋友說出這個重點的時候 戴彩珍又一聲不出 好像有什麼隱憂 第二天晚上 戴索電話又打來 今次接電話的是吳秋明 但吳秋明什麼都沒有說 直接收線 其實連日來 戴彩珍曾經她朋友表示 經常被一個男人跟蹤 她感到很害怕 再加上 連續收到不明耐力的恐嚇電話 她母子商量之後 就決定把家裡的電話號碼改了 不過隔了幾天之後 勒索電話又打來 好像冤鬼前身那樣 戴姑娘 不要以為你改了電話號碼 我就找不到你 我現在減交到六千元 你照我吩咐去做 把錢交到多少樓 多少室 如果明晚還沒搞定 你倆母子 有錢也沒命響 戴彩珍放下電話桶之後 驚慌失措 聽說她是有報警求助 但是警方一直沒有抓到任何人 之後也沒有收到任何恐嚇電話 事件似乎已經平息了 好可惜一個月之後 兩母子最終被人殺害 行兇的人 難道是之前的勒索者 即使更換了電話號碼 都很快被她查出 情況有點詭異 如果不是就有內鬼 難道是母子兩人的親密朋友 女子姐的契女? 她的妹妹? 男子姐的前妻? 什麼可能性都不可以抹殺 但是戴彩珍 是一個誠苦極深的人 生前沒有將這件事向家人坦白 問到她關鍵問題的時候 她就會不出聲 非常神秘 好像有什麼秘密 案發一個月之後 調查工作毫無進展 警方就懸紅一萬元緝空 不過日子一天天過去 最終都是沒有下文 又是一宗懸案 住在紅葉大廈的左輪游里 尤其熟悉兩名死者 對這件案有不同的見解 有人說是正室買空殺人 在女死者面上 橫切一刀 就是對女死者的懲罰 要她做鬼也要做個醜鬼 也有人說 男死者在夜中會 風花雪月的日子裡 跟某江湖中人的女人搭上了 而被人滅口報復 是仇殺 也有人說 案件滋未能徵破 是因為警戒貪污 沒有全力去跟進案件 雖然 香港廉政公署 在案發之前的幾個月已經成立 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 就是有人一早已經盯著 戴彩珍的物業和財產 只要她兩人一死 所有的東西就是歸她所有 說的是誰 不用說到明白 最後戴彩珍的物業和她的財產 由誰來接管 已經查不到 但是紅葉大廈 就是因為這件命案而出了名 而成為相思命案的凶宅 翻查土地登記署的資料 案發兩年之後 一位姓陳的女士 即是死者的前妻 向法庭申請把凶宅釘契 在1984年法庭解封了釘契令 同年11月一位姓梁的男士 買了這個單位 之後的日子 單位都換了好幾個業主 無論上述是怎樣說 這件案本身都是有些神秘的色彩 兩命冤魂父皇傳 兇徒發網外逍遙 真相永遠都可能是石沉大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